9月1日星期三是香港政府舉行全民檢測新冠病毒的第一天 多名民主派區議員到一間去年被用作選舉投票中心的檢測中心外示威 抗議香港政府用全力推行由中資公司主導 而且感染風險較高的檢測 但不舉行感染風險較低的立法會選舉 他也批評港府早前批准中小學全面復課 但拒絕重啟立法會選舉的做法荒謬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政府回應這個這麼大的質疑 也都他從來不敢面對這個質疑 我們也都是提醒所有市民 其實這個全民檢測完全是政府中共的一個政治任務 是一個國家級的目的而已 不是為了大家市民的健康的 由林鄭政府只是邀請中資公司去收集樣本那一刻開始 這件事已經不是香港市民的健康為目標福祉 而是去奉迎中共為大陸欠美的舉動 所以我們不需要配合政府的劇本 我們只要做好社交距離 做好這個生活的防疫 是不需要參與這個全民檢測 其實我們見到政府就出盡努力去做全民檢測 但是對於這個選舉就完全不想搞這樣 如果看回政府去動用整個政府的機器 去高薪聘請一些醫護人員 去借百多個場地 如果用同樣的決心去做立法會選舉 是一定是可以的 再加上立法會選舉投票大家是戴口罩的 但是這個檢測是全部除了口罩的 那還要抹大口 還有機會用這個拿喉嚨和鼻的樣本 還有機會引致打痴 那其實裏面的散播病毒風險 一定是高於投票的 所以我想政府已經是慈窮離鬱 是已經沒有得再辯駁 我們這個質疑從來都不是陰謀論 我們很清晰地說 我們要這個重啟立法會選舉 封面文字 can 碰上 現在要詞文字 就要去在某個城鑼 我們有一個突破的 所以